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则事件背后 实际上也是MCN机构对其下IP的财产管理 与人工自身的利益出现冲突的表现 抖音500万粉丝 被当号删视频 既然都被比到当号删我视频这个阶段 我觉得是时候出来跟大家说一些情况了 9月14日 敏靖发布了以着微博 自称自己作为洋葱视频 旗下IP7又脑油的编导和客串女主角 在自己的抖音个人账号火了之后 被公司要求千亿人合作 她拒绝之后 洋葱视频强制到取了她的账号 并删除了她的所有视频 目前盖微博已被删除 在这个微博中 她还详细说明了自己合适加入洋葱视频 薪资多少以及所担任的岗位 重点就是以实习编导的身份 入职干的一直是编导 以听120元的实习工资 后来 她自己开了抖音账号 本次涨到80万之后 被要求与公司签订一人合约 她拒绝了 并停更了自己的账号 正式成为洋葱视频的员工 接下来 敏青在8月份又开始更新 自己的个人抖音账号 她并没有说明原因 公司再次对她违逼利用 她没有妥协 提出了辞职 并表示完成了所有缴接工作 她还说到 自己的账号没有利用一点公司资源 都是自己太适合制作的 换言之 她坚持认为这个账号对她个人所有 公司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她签约 或者删掉这个500万粉丝的账号 在她离职之后 她选洋葱视频 联系的音画帮刀选了她的账号 并删除了她的所有视频 场面发现 目前该账号的作品确实已经被惊恐 最后 敏静表示会走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这么一听 是不是觉得洋葱视频的做法太过分了 敏静发了这条微博之后 很快在微博上引起宣言大波 还有网友发起警方敏静雷全景的微博话题 不过 场面发现目前敏静的这次微博和相关话题都已经被下架了 但网友不依不饶 不仅保存了她此前发布的微博图片 进行二次传播 还附上各种各样的支持敏静雷全的言论 因为公司紧红她的粉丝 本来敏静是编导剪辑工作 公司威胁她签约艺人 敏静不同意 公司就联系抖音当敏静的抖音号把所有作品都删除了 主要是这些作品跟公司又没关系 现在还来删微博 还发律师函 这也太过分了 以各种下散烂手段 到抖音上内容删微博 威胁我你签锯 你觉得你能留下谁 把谁都想变成你家摇钱术吗 这样低贱下散烂的手段 是留不住人心的 总而言之 基本言论都是一边倒 纷纷表示洋葱视频是人太甚 别这么过分等等 在场面注意到 不少粉丝都表示认识 敏静是因为看了七旧老爷的视频 这就说明了敏静不可能如她所说那般 没有理由一点公司资源 她在视频中扮演的角色 其实已经属于公司机场 一家之言终究不能全信 那么洋葱视频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 洋葱发声 敏静事件始末 随着敏静事件的持续发展 洋葱视频官方微博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 关于敏静 我们想谈谈事情的原味和真相 祖洋葱视频的声明中 有这么几点内容是跟敏静的说法矛盾的 一 工作职责 她的职位并非只是编导 在职期间同时担任七旧老爷女主角 二 薪资收入 敏静的微博中只提到了实习工资为120元每天 并称工资压榨劳动力 但洋葱视频表示她的平均月收入标准为30到40k 三 关于是否动用公司资源 敏静趁视频全部由她个人拍摄 但洋葱视频表示 敏静多次在个人账号中发布了她 与其旧老爷共同出演的内容 还通过评论 点赞等方式 为个人账号一流 四 关于辞职 敏静趁自己是主动辞职 并做好了交接工作 但洋葱视频表示 敏静无故到岗 9月3日大方通过快递递交辞职信 并拒绝电话沟通 在洋葱视频看来 敏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劳动协议 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 明确规定任职期间所完成的工作成果 以及与洋葱视频业务相关的内容 推定为植物作品 洋葱视频享有所有权 不得与洋葱视频生产 经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等 很显然 在洋葱视频的声明中 认为敏静能活起来 确实沾了七九脑爷这个IP的光 甚至可以认为 敏静本身就是七九脑爷这个IP的一部分 其从这个IP获取的利益 不可能说完全没得到一点公司资源 当然 不得不说等于五百万粉丝账号十分诱人 无论是当事者还是公司都希望是属于自己的 某MCN机构的运营负责人沐易表示 在雇佣期间从事与公司相同介入的竞争 要么就是赔偿 在公司拍摄或者动用公司人拍摄的也算公司的财产 而且 敏静确实与洋葱视频签订了竞业协议 在值期间的账号就是属于公司的了 由于目前无法查看敏静抖音账号的情况 厂门仔细翻看了明镜的微博 发现他在今年四月份就在七九老爷的视频中出镜 而且 他在入食洋葱视频之后 其实已经有意义的将自己朝网红的方向靠拢 转发七九老爷的微博 跟他进行鼓动 开直播 分享自己在视频中 使用的美妆产品等等 不说别的 七九老爷女主角这个身份 不就是公司资源吗 他当然可以开通自己的账号 但实际上这个账号本来就不纯粹 明镜跟七九老爷已经是有着天然联系的IP账号 目前 洋葱视频也表示监走法律途径解决 事件结果上且不可知 但厂门关注的重点还在于 MCN机构究竟该如何更好的管理旗下IP财产 MCN机构的管理难其作为成功孵化出办公室 小爷 七九老爷 戴顾拉凯的殖民IP的MCN机构 洋葱视频对IP孵化能力有目更赌 但敏镜这件事情也从侧面反映出 即使是偷偷MCN 目前大多数MCN机构对于IP资产的管理似乎还是缺乏强有力的约束 此前将MCN机构头疼的默默于达人的管理 不少MCN机构曾向短视频工厂反应 他们也经常会遇到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达人之后 他想自己搭干 进而跟公司打官司 不过 只要双方签订了一人合约 如果达人没约就需要赔偿一笔费用 因此MCN机构是通过合约 默约已经来约束和管理达人 但相较之下 敏镜这个事件比较特殊 因为它属于洋葱视频的普通员工而非一人 所以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执 对此 沐亦就认为普通员工不受约束 一开始让他出境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先一人合约 至于为什么一开始没签就让敏镜成为机就脑油这个大IP的女主角 场媒认为一是敏镜或许不愿意 而且并没有往人道路发展的想法 二是或许连洋葱视频自己都没想到 他会这么快就火了起来 以至于他们想要签下他的时候 他已经积累了知名度 不在可控范围之内 据场媒了解 签了一人合约之后 账号是由MCN机构进行管理的 这样能够让MCN机构更好的管理 提债IP财产 场媒能够理解孵化一个知名IP需要付出的投入并非小数目 面对敏镜突然的辞职 洋葱视频表示 敏镜的工作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 场媒也发现其就脑也因此无法进行正常的更新 不少粉丝在评论区写道 为什么还不更新 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这个IP的运营也产生了影响 然而对于敏镜个人而言 好不容易生获了五百万粉丝 却在一夜之间意乐主 确实也是难以接受 毕竟 虽然这个账号 少不了洋葱视频的功劳 但不可以否认他个人的形象 那容采出也是迅速吸本的重要原因 场媒认为 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在合作前期就约定好权益 凝却各自的职责 如今 MCN机构在短视频行业的内容生产环节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需要在内容运营上变得更加专业 也需要更好的管理旗下的IP资产 毕竟 闹到最后撕破远的地步 都是双方不愿意面对的结果 在内容